蔡菲卿 剛才看完片 看到颱風造成的浩劫 以現有的科技能否做到 人工的效果是一樣的 絕對是可以的 其實我們留意這個世界上 很多現在的氣象 很多東西都是人為出來的 很多我們研究一些陰謀論的人 都相信美國其實是 起了一個武器 或者一個建設 我們叫做HOPPS H-A-A-R-P 中文叫做高頻極光研究計劃 他們用了一個很大的地方 例如超過33英畝的地 建設了180支天線 而每支天線一直都會供電給他們 我想說美國最大的電台 他們所謂發佈的能量 那個電都是用50,000W電 就已經可以做到正常的廣播 但我剛才提到的結構是180支天線 而180支天線是向天的 他們總共的供電率是360萬W電 把360萬W電射到大氣層的離子層 然後在光雨的結構 而令到可以產生一些氣象 例如龍捲風、閃電、地震 甚至海嘯都會影響到 是哪個年份發展出來的 其實這個武器是1993年 本身是由石油公司研究出來的 但美軍覺得這是一件可以用的武器 所以他們就扣入了這個技術 然後去發展 全球現在有三個類似的建築 一個是在挪威 一個是美國,本身是阿拉斯加 還有一個是在俄羅斯 已經發生了大災難 你覺得有哪些可能是有關的 中國四川的地震 日本的海嘯 都似是有關的 我看過資料報道說 全世界未來的戰爭 將會以氣象武器為主 這件事很害怕 沒錯,因為他們採取一個戰術 叫做大白鯊的戰術 即是一條鯊魚攻擊一個獵物時 它不會一口咬死牠 它會令牠受傷,然後再攻擊牠 一個氣象武器可以令一個國家的經濟受損 可能要搖動很多軍力去救災 一個國家本身的力已經弱了 如果牠剛剛記住 牠在2005年面對卡特里拿 牠會否打散牠呢 有些氣象專家有研究過 想做一個技術去把一些巨峰掩蓋 但可能是不成功 因為有出現過情況 如果有兩個風眼的時候 牠們可能做不到解決這個方法 卡特里拿很多人都會說 這個當然不會美國自己弄自己 是吧 但不要忘記剛才我說 俄羅斯也有這樣的設施 譬如我們在一些鐵幕國家 我們相信這些事情 即是可以掩蓋 但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大國 人們會覺得全球可以監控 究竟為何會出現你剛才所說的陰謀論 其實很多人都會質疑 他們為何要用這麼多錢去建設 而且還要由美軍和空軍聯合 去注資 去花這些錢去做 這個建設 但他很簡單地解釋 就是因為水底的潛艇 我們跟它聯通訊時是困難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儀器 上衛星再落到潛艇通訊 你剛才提及過四川地震 也有懷疑是跟人工之類的 有些任務 為甚麼 最近發生的一些大地震 大家都會說在地震的區域上空 都會出現地震雲 或者一些很彩色巴蠻的雲 那種雲的出現 其實就是剛才我說的離子層 上都出現了一些干擾 例如日本大地震 你也覺得是嗎 絕對覺得是 因為有日本的地震學家 他們看著Hobbs附近的池牆 他們看到日本發生地震前的幾天 Hobbs附近的池牆是有著名的 知道美國和日本 簽了美日安保條約 我為甚麼要搞你 這個背後的陰謀更大 這麼大? 其實背後還有另一個… 你才說我知道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條約是經驗 而我們相信 美國是想利用這類… 氣象武器 氣象武器 其實是去威脅他去簽這個條約 真的很害怕 這件事很恐怖 這件事很恐怖 完全猜不到 阿Joy信嗎 信嗎?他這樣說法我也會相信 我想告訴你 Hobbs其中一個作用 是可以耳機控制 控制師 這麼厲害 Hobbs可以模擬到人的腦電波的調控 第一次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美軍開入先前部隊 進入城市裡 裡面的伊拉克士兵 其實已經是氣械投降 訪問氣械投降的士兵 他們是說在他們開入之前的一段時間 他們不斷失眠、發惡夢 甚至乎覺得很頹喪 有幻覺、有幻聽 而我們相信這些是 Hobbs做出來的一個影響 不如我們先談到這麼多 下次回來繼續說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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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